孙安佐穿球衣现身开心比尔胡言乱语。他大喊最想做这件事心里一声傻眼,很有问题。 狄英与孙鹏为救孙安佐远赴美国,请了两位王牌律师出面打官司,孙安佐被关29天后穿着球衣首度现身。 原本大家以为孙安佐应该会面露憔悴,没想到孙安佐一现身时,竟然向媒体开心比尔,一副超轻松态度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 根据ETTK星光云报道,孙安佐出来后,立刻成为话题人物,他现身兵州法院时,他直接说我想看动漫。 面对即将的审判毫无畏惧,甚至好像不在乎未来会面对的事情。 结束后孙安佐走出门口,竟然笑着跟媒体们说感谢支持我的朋友,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弄。 上车后又双手交叉在胸口,逼出压的姿势,让大阵仗的媒体们全傻眼。 图片来源,TVBS新闻 据悉孙安佐目前已经同意放弃听证,心理医师更出面说。 孙安佐的这些行为其实是有问题的,表现出了他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。 这样的状况最容易出现在被父母过度保护,疼爱的新生带孩子身上。 最大特征就是不太在乎旁人眼光,总认为天塌下来还有父母挡着。 。 因此心智年龄万熟,告不清楚事情严重性,才会做出许多让大人傻眼的事。 图片来源,联合新闻。 一开始大家还听错以为孙安佐是还我想见妈妈,没想到确定后竟然是我想看动漫。 还对着镜头几眉弄眼,刻意倒退保持正面给大家拍摄,丝毫没有做错事的感觉,甚至有点轻浮。 孙安佐的律师更透露现在只能期待法律能尽早解决问题,让他赶快回家,精神鉴定也相当良好,未来不会用到这份报告。 图片来源,联合新闻。 孙安佐的偶像李承宇也出面说。 收到许多律师的来函,我也承诺会替孙安佐写信给法官帮忙求情。 但是法官采不采用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 只能说孙安佐也让父母付出了许多代价,现身后的态度引起热议。 不少网友直呼应该是认为父母会替他挡着,所以没再怕吧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 。 怎么好像很轻松? 不像被关的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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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